南投縣仁愛鄉 廬山 多達合作三村 目前唯一仰賴85縣作為主要連外要道 每逢遜期造成道路災害 這幾個部落就面臨孤島效應危機 因此多年來爭取建設橋樑 連結對面清淨農場台14甲縣 這一等就是30年 這個車型橋的話 大概我們應該整齊了將近有30年的一個 那麼久的一個歷史 如果是這條通路 就是我們從平靜調查到清淨農場這條路 如果能夠改善的話 那相信出去的話更快 去埔里那就更快了 時間會縮短很多 104年通往合作村道路發生嚴重大攤坊 裡面三村五部落主人對外聯絡時常中斷 不斷呼籲興建平靜橋樑 就連前主委林江義都來會看過 經過多方爭取努力 圓民會今年二月 終於核定六千八百多萬預算興建 圓民會主委一將把陸羅跟立委孔文吉及當地民意代表 共同召開施工前說明會 主要是因為這個工程的費用是超過五千萬 我們光是圓民會就補助了六千多萬的費用 對於圓民會來講算是很重大的工程 我們很希望主任已經等了那麼久的這個平靜橋 一起來把這個工程的進度做一個掌握 這麼大筆的經費是來自我們中央 來自我們圓民會 那圓民會的工程建設的經費 原鄉特色道路跟橋樑也只有五億多 最主要就是要關心到 我們這個工程這個橋樑的一個施工的品質 因為這個錢也是得來不易的 如果發包施工順利 平靜車型吊橋渴望在107年4月左右完工 將來不但可作為替代道路連接台實施甲省道 也形成頭85線連接清淨農場的環狀道路 促進當地發展部落深度觀光 記者No 南投原海 超保報導